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他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 却意外转行做了厨师 婚后十二年 跟着当外交官的先生先后十二次搬家 无论纽约 西雅图 香港 雅加达 在一个个陌生的城市 他都能从宾客变成主角 用锅铲炒熟一个又一个异象 如今 身为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夫人的他 已经出版了三本畅销书 还制作了一系列教人做菜的视频 在饮食界和文化圈成为了红人 他甚至把老公都炼成了麻辣味 这位个性女子 用美食向我们示范了一种全新的人生选择 庄祖仪很欢喜的记忆 是吃妈妈做的牛肉丝 无论是剁在芹菜里 还是翻炒在酒黄里 对于儿时的他 都是幸福生气的源泉 去美国留学前 庄祖仪不进厨房不做菜 都是乖乖地学习当学霸 大学毕业后 庄祖仪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念了两年人类学硕士 之后在华盛顿大学 攻读了六年人类学博士 所有的资格考都过了 这时他已经成为了博士候选人 但是就在准备毕业论文的那一年 事情拐到了另一个方向 庄祖仪选的研究方向 是ABC美籍华人回流 因为内容非主流 申请不到奖学金 结果是写了又改 改了又删 怎么都写不对 论文让他写得背痛 眼痛 肚子痛 还让他很头痛 庄祖仪在面临写论文的事情上 即将崩溃了 他只能在食物中安慰自己 每当做菜时 看着葱蒜 辣椒 逼逼啪啪地在油锅里 弹跳释放香气 酒水注入沸腾 弥漫于空气中 那种满足感 是非常真切踏实的 就这样 别人靠运动 饮酒 上教堂来缓解学业的压力 他则在洗手 做羹汤的过程中 舒缓着心情 结果 庄祖仪意外地发现 洗菜 切菜 桃米 腌肉 这样熟能生巧的动作 竟然比任何一种活动 都能安抚他在异乡 与学位奋斗的焦虑 一路下来 他在做学问研究上 没什么进展 但是在洗手 做羹汤 舒缓心情的过程中 厨艺倒是惊见了不少 他被这种强大的力量 吸引了 2006年8月 庄祖仪随着新婚不久的老公 搬到了波士顿 他惊喜地发现了 只听过没看过的 著名剑桥厨艺学校 那一刻 他觉得自己 就如同电影 《美味关系》中的 朱利亚一样 庄祖仪终于找到了 让自己真正心动的厨房 朱利亚的故事 是真实的 她曾经是美国外交官的妻子 在随丈夫到巴黎工作时 被法国美食征服了 36岁才开始学作才 从著名的蓝带厨艺学院毕业后 最终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大厨 和美食节目主持人 而朱利亚的故居 就在庄祖仪住处的附近 她特意去拜访了一下 在那里 她意外地得知 几年前 朱利亚去世的日子 正是她的生日 这让庄祖仪感到了 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 在这种力量下 30岁的庄祖仪 顿悟了人生志趣所在 接着 她果断地放弃了博士 转头美食艺术 学习法师料理的专业烹饪课程 在别人看来 一个即将毕业的博士 忽然要改行去做厨师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但是 在庄祖仪的心里 这却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她说 论文固然迟早可以写完 拿到博士学位 可是内心的快乐呢 不久 她的申请就被厨艺学校通过了 在剑桥厨艺学校里 庄祖仪第一次做面包 熬青汤 开生蚝 最好玩的是练甩锅子 这要达到肢体和锅子的完美平衡 那阵子 庄祖仪没事就炒饭 炒面 煎小丁细丝 为了热油的食物 配上喷香的烟雾 火舌 与吱吱声响 我的心脏好像也跟食物一起谈调 在抛弃的瞬间 享受飞跃的快感 时间不长 她就能稳健的 左手甩锅 右手临降 像孔雀开平一样的 在炉台前迷倒众生 毕业考的时候 庄祖仪做了茶香薰鸭和煎牛排 搭配建层菠菜糕 深受好评 更因为全年比试平均95分以上 毕业典礼的当天 得到了最高荣誉奖 2008年 庄祖仪随她的外交官先生 移居香港 她打算由零开始 在国际高级餐厅担任学徒 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一次切50公斤的洋葱或小黄瓜 一天 因为采购到的甜菜叶过季了 掌心大的叶子 得按纹理修剪成指甲大小 庄祖仪全身筋骨酸痛 一个人蹲在角落里 修到崩溃 但是她并没有抱怨半句 一切只是为了实现心中的强烈渴望 成为一位专业的厨师 在这里 她经过冷厨 蔬菜台 肉台 酱台 屠宰台 点心台等岗位的力量 摆盘时 为了保持菜品及盘子的温度 徒手拿温度很高的菜和盘子 躺出了一排水泡 还了起了袖子 故意让人看到手上的刀伤 胳膊的烫伤 像展示勋章一样 得意洋洋 因为庄祖仪有文化人类学的素养 庄祖仪常常把在厨房里的工作 当成是田野调查 对厨房百态 食材应用 与当今饮食风潮有很精辟的观察 这些心得与学术历程 被她写成了一篇篇清朗灰泻的散文 发在她的超人气博客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中 这种独特的视角 让她很快就赢得了大批的粉丝 2009年4月 庄祖仪出版了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一书 马上获得了各大书店和饮食名人的推荐 很快 这本书卖到了脱销 只好再版 庄祖仪学艺成功后的梦想 是开一家餐厅 当个大厨 但是在2010年 她又得随先生的工作变动 来到了上海 一住就是三年 而且两个儿子先后出生 她的大厨梦 只好搁浅 刚到上海 庄祖仪就迷上了上海的传统美食 烟肚仙 结果天天蹲在地上 和阿姨学打百叶节 每次都是乐此不疲 直到腿快失去了知觉 做了母亲之后 庄祖仪的最大变化 是从对厨房技术的追求中解脱出来 开始更加关心食材的来源 以及烹饪的过程 每天早上 庄祖仪就在附近的菜场里 搜罗食令的仙书 在她看来 认识一个地方最好的方法 就是通过她的吃食 一举得以体验此地的口味 人情 物价和地理方位 其实庄祖仪从来就没有赚钱的野心 学来的一手好厨艺 仅仅用来为爱人做一顿晚餐 就已足够美妙 对她来说 做菜充满了生活的乐趣 比方说半夜看到一个面包方子 兴奋到立刻去厨房揉面 这实在是爱美食爱生活的人 才能够体会的心情 带两个孩子 有时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在庄祖仪看来 以前学厨固然很累 但是怎样也比不上亲手带儿子 好在孩子永远是大人的开心果 有了孩子后 无论是工作还是照料家人的生活 似乎都更具能量了 她说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为母则强 面对喜欢的事 你总能够找到各种平衡的办法 有时候她在做菜 孩子就在一旁玩打蛋器 说不定这也是对未来美食家 潜移默化的早教培养呢 占心的生命历程 激发出更多丰美的饮食文学篇章 延续着以往轻松有据的笔调 庄祖仪继续带着一名厨子的热情率性 与曾经作为人类学研究者 善于抽丝剥茧的理性 集结了几年时间 对于买菜做菜和吃饭的一些生活记录 2013年 她又出版了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2015年 第三本书 简单丰盛美好问世 同样非常畅销 此后 应网友的强烈要求 她还把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做成系列视频 每期介绍一道菜 搭配三至五分钟视频示范 因为是免费传播的 所以很受白领一族的欢迎 上海的糖醋小排 四川的口水鸡 西班牙的西红柿冷汤 普罗旺斯的炖菜 地中海烤鱼 美式松饼 可谓是融会中西 但它有一个独家的标准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手来做 庄祖仪的手艺真不是盖的 这些视频 每期在微博上都会被封转 那么接下来 庄祖仪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 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